那麼再關心的就是臺中的疫情了 確診案例是不斷地增加 居家隔離者目前也來到九千人左右 疫情指揮中心將臺中 列入了高風險縣市 而市府宣布暫停醫院跟長照機構探視 並且在居家照護關懷包裡面 首創提供了血氧機 讓民眾可以隨時監控自身的健康狀況 臺中市二十七號新增本土確診 三百五十六例 少園群聚四十二例 市府三局處也有公務員確診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二十六號 把臺中市列入高風險縣市 臺中市府決定暫停醫院與長照機構探視 而國中小學校停課標準 是要持續加延或是放寬 則還在與教育團體會商中 應該要跟中央一致 臺中目前居家隔離者約九千人 臺中市的居家照護關懷包 除了乾糧飲料 快篩試劑 溫度劑之外 還首創提供血氧機 讓民眾隨時可監控自身的狀況 等居家照護者期滿痊癒後收回 衛生所會充分消毒再提供使用 民政局強調臺中市居家照護服務分為兩大系統 衛生醫療方面由15家簽約照護醫院案責任區域提供醫療服務 居家生活照護方面 市府成立29處居家安心照護關懷中心 每日都會致電確診個案確認狀況 記者 民方彭安群 臺中報導